在那个2017年第五十一届亚洲健美健身锦标赛上获得了比基尼23岁以下青年组的冠军 我是图莫里 从来我都没想过我会在这个亚洲赛上面能拿到什么名字 因为我是那个今年年初刚刚入选国家队的 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去参加亚洲赛 我是那个舞蹈专业的 然后有一次呢在那个体操房上舞蹈课 然后被教练发现了 对于学舞蹈的来说它需要的是一个纤细的身材 但是那个健身不一样 它需要一些肌肉线条 有一点先天的优势 因为健美比赛这个 它要看一定的这个先天的身材比例的 就是肩宽 腰细 腿长 头翘 头小的这种 平时训练强度算比较大的 但是在备赛的前一个月的话 训练强度会更大 每天是四年 练四次 就是早上 上午 下午和晚上都会有训练 在吃这方面呢 我们是在备赛期间都是吃的无油无盐的东西 然后主要是补充那个大量的蛋白质 都是以白肉为主 就是鸡胸肉啊 还有还会有鸡蛋之类的 但是你要说就十个的话 也不是特别准备的 反正吃的还是挺多的 像为了你还会在这个健美方面继续下去吗 会的 至少在大学期间会一直坚持 然后毕业的话再说吧 每一个人喜欢的那个是不一样吧 个人现在在我接触了健身之后 个人会更喜欢有一点点那个肌肉线条的 喜欢你的人肯定会喜欢你的这种身材 喜欢我的人就会喜欢我的一切 父母还是挺支持的 因为他们也不是特别懂健身这个行业的 各个方面的事情 然后他都跟我说的是 就是你自己喜欢啊 自己开心的话 就是父母都是无条件的去支持 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就会上母亲啊 或者说一下 但是他们都会回我去 吃的苦中苦方 会认上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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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